太巧了 你们知道吗 今天走了 然后我有朋友在云南原江那边卖鱼子 我就打算过去看一下 试点怎么样 如果好的话我也卖一下 但是这边甘肃民情的话 交通很不方便了 然后我要从这里民情坐车坐到那个五威啊 然后再坐那个高铁到宜宾 然后再转车到那个云南原江 然后我就打顺风车就高铁站嘛 没想到我打顺风车突然就看到一个啊 去攀之花的一个订单 啊 我就说这个去攀之花的肯定是卖芒果去的 疑问没讲到真的是去卖芒果的 因为刚好大家都是在这个镇上吧 这里比较近 所以他就过来找我了 然后找我一伤羊 就说他就可以顺路把我送到那个云南原江去 现在司机已经来到这里了 我自己坐车去的话 通过这样子转车 我要花吃八百 然后我直接给他一千块钱收费啊 直接给我送到那边 坐顺风车也不容易啊 直冲的话都要18个小时了 中复要再休息一下的话 估计要一天一夜才能到那边去了 云情密挂 再见了